中餐的同時呢 台上由鳳鳴哉國樂團帶來一連串的演出 那我剛剛其實我下午就蠻早就來了 然後剛剛看到下午其實我覺得包中香啊 就是還有鄧麗君文化協會非常的用心 因為他帶來了各式各樣的表演 你們各個學校剛看到了很多花鼓啊 吉他十笛 還有國樂社 還有鋼琴的演奏 蠻多的 那我覺得這也非常用心 因為很多花鼓的表演其實 也連結了我們的包中之光 我們的雲林之光 我們的鄧麗君小姐 因為呢 他的第一首出道作品就叫做《鳳陽花鼓》 那當然我們第一首 當然不會帶來《鳳陽花鼓》這首歌 我們要回到追溯了他小時候 他其實小時候呢 唱歌就非常的厲害 那他是經由他媽媽 因為他媽媽很喜歡黃煤調的這個電影 所以呢 他從小就耳濡目染了這個黃煤調的作品 然後 所以他在十歲的時候 他就參加了中華廣播電台 他們舉辦了一個黃煤調的歌曲大賽 那他是年紀最小的一個 他才十歲喔 弟弟妹妹他們比你大一點點 那時候鄧麗君老師啊 他只有比你們大一點點 十歲的年紀 他是所有參賽者裡面 年紀最小的一位 那他就是由這一首 就是最著名的黃煤調的作品裡面 梁山柏宇住英台裡面的 放英台這首歌拿到了 你們猜他拿到第幾名 第一 對第一名 他真的就拿到第一名 他才十歲 他就拿到了第一名 那我覺得在今天晚上 這麼重要的音樂會的序幕呢 我們就要由這首放英台 來揭開今晚的音樂會序幕 我們歡迎我們皮凡老師 一起我強烈老師 共同帶來這首放英台 掌聲歡迎鳳鳴哉活樂團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